白莽山,蜿蜒树百里,山上云雾缭绕,绿叶丛神 传说有大蛇盘踞其间,世人皆不敢靠近 可古有一个书神,名叫忠良,偏不信这个邪 忠良的家族世带心意,喧呼于一方,旧人无数,深受周林拥戴 早年的忠良随父亲上白莽山,瓦采草药,既练出了医术,又练出了胆量 忠良有时在山上采药采泪了,一边欣赏白莽山神仙般的泥泥风光 一边捡块大石头,坐下来休息,毫不自在 这一日,忠良上山采药的时候,邂逅了一群捕蛇的汉子 那些汉子一个个身受敏捷,挑起在竹篓里乘着几只各式各样的野蛇 原来是灵线流行瘟疫 忠良叹了口气 唉,这世道不太平了,人处都难以安宁啊 继续向前,忽撇见山剑中有人横卧草中,痛苦的身影不止 原来,是一中年书神被力气锁上,一些白衣已被阴红的鲜血镜字,血淋淋的一片 幸亏忠良随身带有跌打损伤的精窗药 忠良用银针手线为白衣书生穿针缝合,施药扶植 不一刻,血便止住了 白衣书生勉强起身,拱手道 啊,感谢兄长大教,恩情,白衣来日再报 忠良擦擦汗说 都是分内之事,也算缘分,兄台不必多心 忠良再抬头的时候,白衣书生已经不见了踪影 看见白衣山云雾弥漫,一片茫茫 忠良心里唏嘘不已 过了几日之后,忠良坐枕完了,正在后堂休息 忽然听到药彤来报,说门口有故人来访 忠良冒着疑惑出门相迎 原来正是那白衣书生 白衣书生上前深深失礼,道 乘门忠兄搭救,白某今日特来拜会 忠良还上前还礼 有缘相识白兄,兴慎兴慎 于是把白兄请入了堂内 白衣书生忽然说道 不知兄长膝下小姐之急可曾痊愈 忠良心中咯噔一下 原来忠良膝下有一女 明月子涵,方林二八 人代字归忠 此女生下来偏偏又廉颊 但有一块硕大的台班 人虽生的婀娜灵巧 但凡提心者一见 都不会在二死灯门了 忠良身为一方名义 翻遍无数古方良策 多方根治 却也无济于事 这叹息一不自至 眼见女儿年龄日子 忠良甚是头疼 白衣说 啊,无妨 白衣让人取来温水一碗 在头上碾下半根银丝 放在水中徐徐角豆 地上说 请小姐扶下三勺 剩下的为小姐一事欲言 不一刻 侍女来报 啊,小姐的脸般已消失殆尽 如仙女下凡一般 忠辅上下一片欢身 忠良自己也是惊异不已 深夜 忠良和白衣书生合一而卧 促膝常谈 亦如固有重逢 过了几天 两个人已成为了知己 说吧,白衣起身告辞 对忠良说道 五官东南方 由瘴气大片而至 恐加州 不久就有祸事临头 忠良还没细问 白衣就以化作一道白光离去 忠良撕尘片刻 向白芒山拱手而已 数日之后 临县的瘟疫扩散到了加州 煞世间 数百人顷刻倒下 有数十人已经死亡 全城百姓静若寒蝉 人人自危 忠良被朝廷真认为 临县及加州一带的医手 负责医治地方瘟疫 忠良察肯伤情 见伤者都是周身红肿神窗 后发热之雨 几日便红然倒下 忠良让人遮洗大锅 白咬皱间 让众人服下 但收肖甚微 忠良评神依人无数 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病 面对与日俱增的伤者 忠良伤心感叹 如此天洁 除非是佛祖献灵啊 百姓乱中求佛 众人在山前焚香口岸 祈愿菩萨献灵 忠良心中一动 忠良向白蟒山长长势力 白身便从山中须不挽出 白身见了忠良 慢慢地摇头道 疫情太深 一时难以驱除 忠良再向白身施了个力 白身叹了一口气 唉 有一方可驱除此意 需要千年龙衣一见 白身叹完了气 就消失了 过了几日之后 山神庙前 数百人焚香口岸 如今神灵 这时候 只听有人尽口的大神喊叫 蛇 大 大蛇 众人抬头 只见一罐子粗大 足有数尺长的白色巨蟒 正盘踞在一颗千年古松上 攀成一个诺大的佛子 那白蛇发出闷恨的呲呲声声 似乎经受了莫大的痛苦 整个身子向后缓缓地伸展 不一刻 一条完整的白色毛皮 便与肉身分离 那蛇的肉身早已鲜血淋漓 在鼓松上缓缓地滑落 坠向那茫茫深渊 众人目瞪口呆 钟梁脚步亮强地奔向崖边 望着白云深处 垂胸长库 哭声回到在百里长谷 绵绵不绝 绵梁又千年龙衣作为药业 煎药喷汤 让众人服下 半个月后 异形渐渐退去 再过了两个月 加州一带的瘟疫彻底消失 山神庙也被羞荣一新 重新供起牌位 舍佛白身